没看前年载 这是一个好习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导标哥 今天是早上的8点半 现在又是晴两好几天 准备又要去外海捕鱼 然后现在已经下到船上 准备出发了 从开海捕鱼以来一直都是连续的出发往外海港了 一出发就是两天以上 从鱼港码头这边开网 我们要去的位置大概是要两个多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 到达我们要放网的位置 现在把网放下去啊 海水瞬间都变成了天蓝色 大家看一下 刚刚还是绿色的 开船就开了三个小时 然后又放了一个多小时了 然后现在船停泊下来了 要晚点的时候再过去旗吧 然后现在要休息一下 吃个五旺先 我们就停泊在这个小岛附近休息一下 大概要下午的4点半左右潮水刚好就过去旗旗 下午的4点半啊 然后现在准备乖起网了 第一条鱼货是这个鹰鸽鱼 最近鱼货的价格都是降价了 剥皮也是降价了 现在已经只有55块钱 开海的时候还是卖60块钱的 现在只剩下55了 过来外海捕鱼 目标鱼种也就是这种剥皮鱼啊 因为价格比较高 而且数量比较多 我去 这条海鲤鱼这么大 这么肥 这条估计有个两斤左右了 现在海鲤鱼也是降价了 一斤只剩下30块钱左右了 又上了两条海鲤鱼跟三条剥皮鱼啊 一起来的 还挺不错 现在这个季节的海鲤鱼是又肥又大 这个季节吃海鲤鱼味道是挺不错的 一条后甲鱼 然后带着一条鹰鸽鱼 两条鱼的价格都是差不多 都是20几块钱 还有一条剥皮鱼啊 词词曲 李宗盛 这个网上的剥皮鱼的数量还是挺多的 鹰鸽鱼也是上了好多条了 数量还是挺不错的 连续的话还补鱼啊 应该补多几天就没有这么多鱼货了 刚开海捕鱼鱼货的数量还是挺多的 网友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补到黄瓜鱼啊 就是大黄鱼 因为外海海域水纹比较深 是没有大黄鱼出没的 要补大黄鱼都是要到近海那边才能补到 或许过多几天我们就去近海补大黄鱼了呢 这里还上了一个大卵丝 这个卵丝还挺大的 应该有个三斤左右啊 现在卵丝一斤也是有40块钱左右 它的触角的膝盘还是移动移动的 像是很有节奏 挺可爱的 还上了一条大柠檬啊 这个位置的柠檬鱼还是比较少的 不过剥皮的数量倒是挺多的 鱼上来都是好几条几上来的 第一网没什么大的收获 但是取了将近一百条的这个 剥皮鱼 还有一些这个海里鱼啊 没有什么特别之前的鱼剥 啊 整个碗就这样就值个 一千块钱左右吧 好了 现在没关系下一个碗 剥皮鱼它一上来就会涨气啊 所以要给它放一下鱼 这样才能养活着回去卖 网易拉上来就好几条柠檬鱼来了 柠檬鱼现在价格也是要三十几块钱 来大货来大货了 这是一条大剥皮鱼啊 哦还是挺大一条大概有个四星左右吧 大剥皮鱼我们这边叫做嫡婆啊 比小剥皮鱼便宜 大剥皮鱼已经是要四十块钱 小剥皮鱼已经五十五 上来一条小石斑鱼啊 这种石斑鱼价格就比较便宜 已经大概是六七十块钱而已 灯光鱿鱼床已经开始作业了 还上了一条大黄丁邦啊 哎呀一动一不动 好像死掉了 死掉的黄丁邦就不怎么值钱了 没死掉的话 像这么大的黄丁邦 已经大概是一百块钱左右啊 死掉的话 估计也就剩下五十块钱左右吧 打个对值 小青钢鱼来了一条啊 不过至少小了一点 尿兜鱼来了两条啊 尿兜鱼现在已经也是二十块钱左右啊 肉质是挺好吃的 又来一条青钢鱼啊 这条也是比较小 剥皮鱼上来都是好几条成情结队的一起来啊 这个网的加急也是来了好几条了啊 加急现在已经也是要二十五到三十块钱之间 第二个网也取完了第二个网了 说话也有六七十条这个博皮鱼 还有其他扎西打扮的鱼 还有两条十半呢 没有什么大发货 但是这个网也能值个一千块钱左右 然后现在由于淘水太大 我们要网点再过去取下一个网了 现在准备停泊下来休息一下天 床停泊下来了 现在准备做晚餐啊 那条大黄丁邦死掉了 我们准备拿来做晚餐 这条黄丁邦要是活的话 也能值个一百块钱啊 可惜了 不过拿来吃掉也是挺不错的 加餐呢 味道肯定不错 我这个两点钟啊 由于淘水太大网来拉网 然后要到现在才拉网 由于淘水太大 最后一个我要拖到网上的两点钟才有办法起 所以也不是说随时想收网就收网 想放网就放网的 捕鱼就是这样子 没办法的时候 半夜两点钟你们都要爬起来收网 这里一起上了 就上了一条大尿豆鱼啊 还是挺大一条的 估计有个四五斤的差不多吧 一斤二十的话 这条能值个将近一百块钱应该有的 还是挺不错的 一上来就有收网 不玩哇 半夜两点钟起来收网 半夜两点钟 到处都是乌漆麻黑的 连那些捕鱿鱼的船都没看到 黄鸡鱼啊 今天的黄鸡鱼比较少 又来一条尿豆鱼 不过这条比较小 来值钱货来值钱货了 这是一条石鸟鱼啊 还是挺大的一条石鸟 估计有个两斤多一点啦 石鸟鱼价格就比较好了 一斤大概是三百块钱左右 就是不知道最近的石鸟鱼有没有降价啊 不过这条石鸟鱼应该连值个五六百块钱吧 这条鱼应该是今天这次收网的最值钱的一条鱼了 五六百块钱应该是有的 我应该是说的 几个十八块钱 在一条 tane产武器里在一起 然后几个十八块钱 所以大家已经硬了 所以我们的县子也在一起 最后一个网也起网啦,因为潮水太大,然后一直拖拖到网上的半夜2点钟才起网啊 虽然说收获不多,但是也下了一条这个石钓鱼,石钓鱼这个比较好啊,所以这条也能整个500块钱吧差不多 整个网,人家钱也六七百块,差不多,多也没多到哪里去,然后网又放下去了,要等到明天的天亮差不多五点多吧,五点多的期望 这才是专业的,也没为什么要这样放网啊,没办法,不是说网放下去就有余货收,然后就可以拉丝拉网的,跟想象中不一样,然后 这个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啊,然后明天期望的视频,等下一期再分析,也谢谢大家观看,拜拜